副总统和教育部长都是出身于高教体系的组合时 却发生了如此荒腔走板的台大校长林雪案件 我们担心这会是台湾堕落的开始 仅发表以下宣言 人类的价值在于文明 台湾的价值在民主 大学不只是要传承知识以及创造知识 更应该要捍卫台湾这块土地的价值 我们应该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们欣赏黄世代吧 我们誓言与所有曾经努力过的人民们 不论日立场是否相同 一起捍卫台湾民主与学术自由 我们诚恳地呼吁执政党里的台大人 不要忘记当年在台大诉求自由之爱的初衷 我们也呼吁在业党明确地表明 你们以后面对类似事情的态度 我们呼吁所有厌烦蓝绿恶斗的台湾民众 大声地说出我们对这些政治人物的要求 我们要求蔡总统第一 撤换教育部长 并收回此次台大临选事件的层命 第二 立即修改大选法 由临选委员会自主决定各大学校长的人选 第三 落实党政军退出校园 还给校园干净自由的空间 仅宣示于清华园 2018年清华校庆日 在我的背后是一片叶子的雕塑 在这次的清华宣言 我们给他另外一个标章 他是一叶之秋 他清楚地提示 我们给独裁的当政者 一个最柔性的 首次的警示 希望台湾更好 谢谢大家 这次 请他来了 前任的校长们 我们的陈丽俊校长 刘总郎校长 刘兆玄校长 以及现任的贺晨宏校长 江安市院士 黄一农院士 我们的彭校长 还有东海大学的王校长 陈校长 东海大学校长 袁校长 陈海东校长 我们有许多的施赏们 校友们在此齐聚 人虽然没有号召很多 但是这是一个行动的开端 我们不再四处绑黄丝带 今天大家走的时候 带走一捆黄丝带 自己裁成马尾 绑在辫子后 裁一段绑在你的背包上 像我一样绑个蝴蝶结 我们只有等 这件诉求得到满足之前 我们不打下来 一切等待政府的回应 谢谢大家 好了各位 我们来分发黄丝带 大家带回去 多带一些回去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